去年10月的時候 中國有答應提供很多種援助給菲律賓 幫他發展 然後菲律賓正在 他畢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那最近這個總統委員說要從現在到2022年 要注意他的基礎設施 那中國當然他會提供這個基礎設施 這方面的援助給很多的國家 所謂的Silk Road, New Silk Road, Dalton Road 之類的東西 但菲律賓也沒有地外 他們非常的期待 所以你說對 因為這個的關係 援助的關係 所以他和菲律賓的總統 不會核治南中海的糾紛